林北好油的被恐嚇案件被檢調查出恐怕是制導自演 好油更宣布要退出民進黨請教院長看法 怎麼看林北好油粉專之前指控進口蛋 版主哭說被民進黨側意恐嚇結果是制導自演 林北好油道歉承認制導自演請教院長回應 國民黨表示進口雞蛋的食安問題人不容忽視 請教院長怎麼看 院長怎麼看林北好油被恐嚇 發現是國民黨黨攻擊粉專版主在制導自演 炒作進口但議題是否不恰當 我們捍衛每一個人的言論自由 但是我們也不容許任何的恐嚇的言論與行為 這是為社會還有我們大眾所不容的 那我們也希望有心人士決定不要以身釋法 對於事情的論證我相信很重要的就是要看理性來討論 而且不要捕風捉影很重要的我們需要有 有確實的這個市政才來做論證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維護社會的安全和安定 我在這裡也希望 這個司法單位能夠繼續的調查 讓相關的事件都能夠盡早的釐清 來讓民心能夠安定下來 那至於這個雞蛋的問題的話 經過了中央地方的聯合機查 我們發現都沒有問題 而且呢 衛福部的食藥署呢 也已經精進了雞蛋的原料產地的這個標示的問題 我們會盡可能的來做盡最大的努力 來做好這個食安的問題來做把關 希望國人能夠安心 rhinicЕ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證據可以證明這是假消息嗎 這應該舉證責任不在我們 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機場到處去找都沒有找到說有這樣子的情形 那總不會是只有一顆蛋會變成那個樣子吧 所以應該相反的就是說有誰去買到這個蛋他是變成這個樣子 應該要把它證明出來 因為在網路上傳的並沒有看到真實的蛋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也無從去判斷說他是本來就這個樣子還是說經過什麼樣的特殊的加工的方式 還是說有什麼餐什麼東西進去才變成那個樣子 我們無從判斷 民進黨政府有史以來光速最有效能的辦案 農業部剛剛報案晚上 中正二分局就在新莊逮捕了相關的民眾 宣稱買到黑綠雞蛋 短短短一天不到的時間就移送給相關檢察機關 我們想請問 所謂的假訊息的判斷到底是誰說了算 難道是農業部說了算嗎 我想農業部在我們由於在台灣現在因為雞蛋的問題 已經公信力全無啊 前幾天邱國正部長才說 國軍絕對不會吃到進口蛋 一定是國產的雞蛋 沒想到就被我們的議員打臉 出示了相關國軍蛋平採購的大盤商 就是進口雞蛋的重要人物 邱國正部長難道當時也是在散播假訊息嗎 我們想請問行政院發言人林子倫說這個是相關是假訊息 然後說現在市面上已經沒有進口蛋了 大家門心自問行政院林子倫發言人說的是實話嗎 說的是真話嗎 包含陳建仁院長在立法院答詢裡面 都胡說八道 現在相關的民眾道案他強調是真的 而且主動交出手機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我們想請問假訊息到底誰說了算 難道民進黨政府只入圍馬就可以為所欲為嗎 而中正二分局將相關的民眾移送的時候是用妨害民慾來移送 這樣子的未審先判 農業部應該先好好的來了解事情發生的原委 而不是做賊喊抓賊 明明現在農業部在相關的進口蛋的議題上 已經失去完全上司公信力 卻還有臉做賊喊抓賊 真的讓人覺得不齒啊 相關雞蛋的議題全民希望政府好好的處理 沒想到行政院農業部包含內政部警政署 用的方法是將相關的民眾移送法辦 今天是中秋節 我們希望全民可以過一個安穩的中秋節 但是我們的食安出現了問題 民進黨政府不思好好解決 不好好自我檢討 卻做的是在中秋節前一天 報警抓人移送法辦 這樣子的事情 真的是兩千三百萬人所不能容忍 我們也再次重申 像這樣子混蛋 王八蛋的官員 真的應該立刻滾蛋 而不要失味素餐 謝謝